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他斩攻击的 那么他究竟是为什么会对神父如此生气 神父见此也不再隐瞒 他对黑长直坦言 自己就是杀死他哥哥的凶手 因为黑长直的哥哥和嫂子 本打算反抗雷哈特 而这回打乱神父的计划 所以神父出手解决两人 但也许真的人物对他出手 不是处于败败的怀恨在心 只是无法原谅神父将黑长直带上了这条不亏之路 黑长直听完这一切 瞬间弄火伤头 立刻向神父发起攻击 但神父挨了几句后 身躯依然没有受到四口损伤 那是因为他的圣遗物是莱因哈特的一体 攻击圣三杯 神父自从经历过那此事件后 他就责怪于自己的沉弱和无能 为了赎罪他恐恋力了 而在他认知范围里 最强的就是莱因哈特 所以他想成为莱因哈特 同时神父也意识到 神父与莱因哈特 并不会帮他夺回失去之人 只能得到无止境的战争罢了 因此他不会让莱因哈特的计划成功 可组日计划的最强方式 就是将白毛抹伤 最终神父还是选择向白毛下手 毁斗祭品 于是在白毛出现在天坛的那刹那 神父一边向他告着白 一边发动必杀剂 黑场直译取读阻止去吃饭了 白毛呆滞的战斗原地 忽然魔炮青出现 将攻击改被轨道救下白毛 原来他早已猜测到神父的想法 然而出现的三骑士 不止魔炮青一人 还有钢铁之手 钢铁之手对神父发起攻击 神父看了眼身后的香醇 决定用身体带进攻击 魔炮青在戴后 准备启动空人炮击 他看到了神父 虽然扛向攻击 但不会对香醇支持不理 因为香醇就是另一个孩子后代 如果由他来代替白毛 启动黄金炼成的话 就可以封引雷哈特 神父被挽起压制 虽然他现在拥有 雷哈特的肉体的强大防御力 另一魔炮青很难对他造伤害 可钢铁之手的拳头能否责一切 也就能对他产伤害 可一旦神父被击败 蓝银哈特肉体内的 无数英零电大军 并会流入这个世界 而之后变使白毛被祭奠时候了 此时一直在旁围观的黑长直 产生疑问 他问到魔炮青 所谓的死者复活究竟是什么 魔炮青回答他 那当然是意味着 自身无限的复活 无限的战斗 成为战争中的英雄 然后一直引发战争 再在战争中沉沦 并且他还说起 黄金炼成成功的瞬间 蓝银哈特的意志 也将吞噬天地 创建起一个 战争有目停须的世界 黑长直听完逐渐崩溃 他没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完全违背了他各个理念 他不是为了这个战斗的 黑长直起身 决定向魔炮青反抗 可魔炮青对此十分不现 他丝毫不将 这个反抗的小伙猫看在眼里 但战斗人偶 突然按照自身意志 朝魔炮青走去 魔炮青反应过来 询问人偶 是否是他曾经的好友 人偶点了点头 立刻扯得起来 魔炮青理解了一切 可他还是如同抹杀修女般 按照自己对友谊的理念贯证 而将战斗人偶捆受殆尽 黑长直这次 是真的失去了哥哥和嫂子 他异常愤怒地 从魔炮青攻击去 但魔炮青改变主意 他不打算将黑长直抹杀 而是将他留下 成不戒品 另一边 神父和钢铁支手战斗落了墨 神父战败了 他的灵魂被脱入神渊 莱茵哈特的肉体 重回莱茵哈特之魂 英灵殿袭据大地 巨大的红金骷髅 出现在城上宫 人们的灵魂被吸收进英灵殿 现场仅剩下灵灵人 不久后 黑长直在经历 撕心裂肺后醒来 他发现自己身处于学校内 是领导人将他带来的 他们希望黑长直 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但他已经放弃了 面对此没有孤独免强 只要求黑长直 不要妨碍他们 而他自己绝对不会放弃 一定会抗拯大地 黑长直被人动摇 连看着还是害怕孤独黑长直 便邀约他战胜后 一起在学校天台享受庆功宴 美好的日常描述 打动了黑长直 他突然向连扑起抱着他 俩人的拥抱场景 恰好被回来的玛丽看见 然后就是四人的斗嘴 和战争前期的轻松一喝了 玛丽拿出寻找到的食物 四人将紧生地瓶牛奶 代替战型酒交底喝完 随后便奔赴战友去了 英灵殿上 莱茵哈特带领着三旗日主张 白毛试图拦下莱茵哈特询问他 再觉得祖父是否就是他 但莱茵哈特否决了 他丝毫不在乎 那个孩子的父亲君是谁 随后莱茵哈特和三旗日 来到最后一束战场 与连等人这么对抗 黑长直为了自己曾犯下的故事 扬言向莱茵哈特发起鸿惊 连和四郎也在被打败后再次战前 和黑长直站了一同 三人同一朝着莱茵哈特喜倦 却被他一击拍眼空中 四郎落到史莱伯附近 被他追击 黑长直准备魔砲轻的火焰直直击中 与此同时 白毛试图在和莱茵哈特交谈后 正如艾萨克所在地 索尔特末 黄金炼城正在镜头中 连看着眼前的一切 难过地落在眼泪 他努力地让自己制作起来 使自身的位阶再次上升 可这样依旧不能使莱茵哈特 发出潜力 于是莱茵哈特留下钢铁之手 与之对战 让前世战友的两人 终于迎来了宋美之战 另一边 黑长直并没有被火焰抹杀掉 他在那一刹那 与新的圣遗物签下契约 保证一妙 而那圣遗物正是被阻止的魔剑 魔砲轻告诉黑长直 那魔剑正是他所知道 可黑长直这次意外地冷教 他决定利用这股诅咒之力 哪怕粉碎果 也要托魔砲轻一同住地狱 魔砲轻看着这样的黑长直 不羡地说起 他的哥哥夺走自己最心爱的好友 而嫂子借黑长直之后 反问魔砲轻 还没有清醒过来吗 他的疯狂皆是由于迷恋来因哈特所造成的 根本没有所谓的忠诚 唯有爱而已 魔砲轻完全听不进去 两人就此长个对决 黑长直遭到单方面有恋 可随后又和魔砲轻争面起 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相比于自己 他被邪的男人所影响 直接变了一个人 才是最小女人见 最没资格讲述大道理的 就这样 黑长直挨过所有炮精 用剑插进魔砲轻脸中 魔砲轻被彻底扰诺 发动起大魔法 黑长直见此 拿起魔砲轻丢出 祈愿哥哥和嫂子 给予自己力量 只见魔砲轻在空中 推翻成射枪 插入魔砲轻的喉咙 此战黑长直 成功击败了魔砲轻 另一头的战况 四郎被史莱伯追击着 突然史莱伯停下鼓机 以四郎落起了嗑 他说起自己曾被 他人评价为 不希望被任何人所触碰 四郎听这话讽刺他 大概是因为 被自己踢射过 可史莱伯的反应 却欲伤人 他没有愤怒和反驳 反而认同到 事实就是如此 然后史莱伯 微笑地讲述起自己身事 毕竟那种事 是家里的工作嘛 不工作的话 叫恶肚子啊 所以生来是男二生的我 让家里很长脑筋 身上长了多余的东西 所以就被割掉了 被妈妈像中咔嚓一剪 然后我们就一起绝克了 努力地赚很多很多钱 被各式各样的人所爱 那段时光真的很开心啊 但是感觉好奇怪啊 我夜市敬礼绝克 妈妈就越来越崩溃 本来明明是很漂亮的人 是大家的人气明星 她却用很可怕的表情 打我的耳光 说什么安娜安娜 不知羞耻 装什么女儿啊 恶心死了 真奇怪啊 为我娶了女儿名 让我失忆男二生的 明明是妈妈吧 果然变态的生长环境 也很变态 可怜的石莱伯 在这样的刺激下 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父亲 他成为了泯灭人气的战狂 四郎听完他的讲述 总结到石莱伯 就是个变态亮屁宝宝宝蛋 然后四郎击落他手中的枪 没有枪的石莱伯崩溃到 自己必须触碰地方身体 而四郎张望处 一直在体内等旺妹 俩人紧针石莱伯之后 突然及时感消失了 四郎把握那一瞬间 开枪击中了石莱伯 既有男幽女的他 打败了非男非女的石莱伯 石莱伯被击中后 越来越疯狂 他捂着被母亲挖去右眼 渴望着母亲可以真正的爱他 但现实是残酷的 鬼容的他依然被麦克 痛苦一直包裹了他 这样的石莱伯 终于在四郎和短腕被枪击下 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与此同时 连击破了钢铁支手脸颊 发现她的身体都属机器合成 而连在打斗过程中 前世的回忆不断涌进她脑海 一不注意之下 钢铁支手前头就击中了她胸膛 连呼唤着玛丽 玛丽也在意识中抱住连 她向连告白 自己会守护喜欢她的这不心意 将万物拥抱在怀中化为女神 连通过此成功学会的停滞时间 和钢铁支手打得不可开交 两人虽然已经忘记自己 与地方的围子 灵魂却在相互换着 当初的钢铁支手 为了获得真正死亡 而参与战争死杀 但当她面对曾经战友时 她还是没有将其完全暴杀 水银支王因此不认可 给予她死亡 要求钢铁支手 在下一次和战友相遇时 赞成她获得胜利 届时才会赐予她真正死亡 这场命运对决 在连砍下钢铁支手 投入下落寞 此时 经过艾萨克世界的白毛 见到艾萨克 艾萨克从母亲身体诞生的 一刻快速成长 她第一眼见到的就是 母亲惊恐的面容 她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诞生 同时艾萨克已渴望着 被负弃所要 可莱因哈特丝毫不关心她 这边三骑士都被逐一打败了 连终于要与莱因哈特 展开最终比拼 两人都放出最高威界流出 将自己的独特法则 无限活征 散播至全世界 世界在两次林间的相互转色下 逐渐敞破洞 莱因哈特将会出无数士兵 连一边击败士兵 一边朝莱因哈特后见 可莱因哈特利用自己死去的 十三圣骑屯 阻止着她的步伐 果然大结局了 大伙还是要出来 逐一露脸才行 可怜红蜘蛛挂最早 镜头最少 结局也不出来露脸 两人就这样打斗着 进入到了新世界 被水淫中央阻止 水淫中央解释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 能将玛丽变为 接替自己女神 而她自己将会获得 七代中死亡 莱因哈特和莱因的作用 已经发挥 但世界只需要一位 达到流出的神 玛丽一出生便达到流出 莲因哈特流出 暂停了世界的时间 莱因哈特流出 带来无止境战争 连深知自己和她 都不会给予 这个世界美好 但世界小玛丽 她最应该成为神 于是她决定 和莱因哈特掌握厮杀 结束掉她和自己的生命 两人对眼中 连遍莱因哈特一击辞中 但本应该战斗的莲 却依靠朋友们力量 成功反击 砍下了莱因哈特的头颅 莱因哈特败在了 故事自己儿子呐喊 但她却开心不起来 另一边 玛丽没有对水中的下手 玛丽告诉她 自己的愿望是拥抱她人 但是她也喜欢着莲 玛丽不愿无法拥抱她 所以只要玛丽想拥抱着莲 莲就不会消失 玛丽带着这一消息奔向莲 俩人永远在一起 呼唤爱意 最终莲回到了莲的世界 那段大家一起 在天台玩笑的美好向往 永远埋藏在她们心中 时间流逝 湘纯逐渐冷却 她的学生和当年的伙伴 很相似 而莲的时间早已停滞 她来看望香城时 碰见了捧着鲜花的玛丽 俩人剃笑相似 宇宙上空 玛丽坐在神座上 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分剧到此完结 一切都是水云之王自导自演 策划的玛丽成人计划 她想要结束自己的神秘 于是不断地创造轮回 让未知变为寄之 在发现玛丽后 对她一见钟情 玛丽没有感情 对死亡毫不畏惧的样子 让她决定将神位转移给她 但玛丽拥有了感情色彩后 做出了神秘之王 继续感受的事 因为玛丽爱着脸 神有了爱 让这个世界拥有色彩 她分离出自己爱的部分 和脸永远在线 其实世界不该有未知 和继续区别 正因为有了感才会一发情 世界是有爱的 本就是有色彩存在 神明一手伞 如果你觉得阿帅姐说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作手指点点对于我们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